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因为是战败国,所以与节约国签订了不得生产武器的条约。 大家都知道,德国一直都是军事强国,国内兵工厂无数,这签订了不得生产武器的条约,那兵工厂自然而然便面临着倒闭的命运。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德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开始拍卖他们冰工厂的设备,而在中国,他们的拍卖点则设立在上海。 张作霖早就想购置一批德制装备,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她几会放过,于是她并命东三城冰工厂总办韩凌春和一名工程师前往上海购买机器,还给了他们50万银元的专项资金。 韩凌春与凤军的那名将写工程师去了上海后,发现机器还没运到,便打算在上海先逛逛。 上海是中国当时娱乐性场所最多的城市,除了吃喝玩乐的舞厅外,还有全国最大的赌场。 韩凌春此人好赌,忍不住诱惑便进去赌了几把。 大家都知道,十赌九输,韩凌春也毫无意外地输了。 除了把自己所身上带的钱财挥霍一空外,她还把张作霖给的50万货款输了个精光。 当韩凌春从赌桌上下来后,瞬间感觉头皮发麻,因为…… 八字算命书,雅成八字命令,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擅长八字算命,居家风水布局,林府法事。 道长微信,二零八八,二九八八。 后来张作霖又让人给韩凌春打了一百万,五十万用来购买机器,五十万用来翻本。 众常人被这样对待,肯定通改前非再也不赌了。 但韩凌春却与常人不同,真拿张作霖给的五十万去翻本了,后来竟还真的赢了回来。 赢回本钱后,韩凌春带着全部资金从上海买回了机器, 为张作霖建造了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高的兵工厂。 为何张作霖会对韩凌春如此宽容呢? 只因此人在军械制造方面的成就,其他人实在难以比肩。 韩凌春在青年时便刻苦好学,成绩优异。 1904年考取了北京练兵处,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从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六期炮兵科毕业后, 韩凌春回国担任了清朝陆军军械部科员, 后又历任军械司司长,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等职。 民国建立后,韩凌春因为在枪械制造方面的才能, 被袁世凯调任到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任职。 后来他还因发明韩凌春式步枪,被北洋政府授予王位勋章。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在经过多重对比后, 韩凌春选择了奉军,而张作霖对他也很信任, 将东三省兵工厂的指挥权全交给了他。 韩凌春也没有辜负张作霖的信任, 为他打造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 所以张作霖之所以在奉军中威望那么高, 是因为他能用人且会用人。